再來看企長局也表示說 這禮拜開始 太平洋高壓減量水氣會增加 各地山區過島後 落後的機會會增加 也有可能會落西北 若是有落後 我們都在下降的結果 也不過各地也有很熱的天氣 這幾天天氣是很爽 白日傳臺灣要是冠溫熱熱的天氣 企長局表示 所來的太平洋高壓會繼續減少 同樣也是青春航路 秀洪洪的天氣 明哥拜日會開始降溫 由於水氣的增加 今天的午後雷震雨會比較明顯一些 在西半部地區以及各地的山區 會有些局部雷震雨發生的狀況 而今天晚上開始的話 環境開始吹東南風的關係 在花東地區開始會出現 一些局部短暫震雨的狀況 而在午後的話 西半部地區還有其他山區 也會有些局部雷震雨 企長局表示 除了太平洋高壓的因素 在南風減少 專平南風 南部的水氣增加 全台灣關我們的環圍會變得更小 因為水氣比較高 國地山區更四方部的平地 過度出現雷震雨 讓它的機會會更大 仍然氣溫也會流流到更智能度 特別是明天水氣比較多 清晨到上午這段時間 中南部會有些零星的降雨 而明天午後的震雨會比較明顯 會可能有些較大以時發生的機率 而這樣的天氣形態 大概會持續到週五 週六週日的話水氣更多了 氣象局表示 百六星期水氣會更高 運動會更加 尤其在東部部 南部 都會流地沾進去 雙区過道路 西北海的環圍也會更大 另外 目前在火力邊 東邊海邊 有一個熱帶交動 可能的政強行性方態 目前要的觀察 現在 總合佛道 正門 來說 這個 際設計稿